我是离婚 离婚的话我不太同意 二十几年的夫妻下来了 有点感情了 你这个要离婚是因为跟她没有感情了 还是有别的原因 经济方面吧 经济方面的压力 近这两年来我大概是平均三千多一块一个月 她的工资是一千七到一千八 这样两个人病起来的话也有五千来块 我工资拿来 都交给她的 她的保管其实放在抽屉里的 用钱方面都是她 一个月就是也有降错啊 这些东西啊 有两千块来切是差不多了 可是一个月下来一分切都没得存 还要透视卡里面拿 还不够花 五千来块不知道花在哪里 这个是约往的 我一分乱花钱都没有 这几年下来我口袋里最多是放两百块钱 但是这两百块起来我都是最长的买菜 买菜方面这种价格基本有个数的 不可能这么快的嘛 我就是怀疑她会不会在外面请客的这一方面 不该请的 就不该一直花的钱乱花了 你说请客 我从一零年进公安局 到现在 我就请了三次客 就三次 嗯 只有三次 不止 你就这一年 都三次了 那已经我请客没了 就是我不相信你 我已经一次请客都没了 就是我不相信 因为在这个钱方面我不相信你 不相信你 你好问的 就是我就是实在 实在的一个月工资发来 放在抽屉里面 那我问你 那钱用到哪里去了呢 不管丈夫如何解释 如何变白 余女士就是认定 丈夫把钱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 甚至觉得 丈夫在外请客 就是为了冲大方 为了达到请客的目的 丈夫还经常回家 对着自己发出抱怨和牢骚 她每次要请客 她不会明跟你说 她就是漏一个汪 我讲个比方嘛 她回来说 哎呦 我们单位什么什么的请客啦 她们老婆怎么怎么好了 喝酒喝醉啦 她们老婆不骂啦 你是觉得她可能会 背着你做这些事情 是的 就是 就是我就是这个想法 其实余女士想的很简单 家里经济状况不佳 额外的应酬自然能免责免 可是对此 做丈夫的夏先生却表示 自己在外并非是打肿脸充胖子 之所以把请客这件事 作为重中之重 也是因为她在外面 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被刺激而导致请客 这其中究竟有着怎样的缘由呢 当他们谈起这个话题的时候 厂上的夏先生和余女士 竟然双双磨起了眼泪 甚至连观察员都为之动容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自己也感觉到我工资低 我也不会浪花钱 上晚半夜餐五块钱 我都舍不得花 最早的他们同事就要问一下 吃夜小圈 那时候我都说我胃不好 我胃不好 早就可能 他们四五个人吃晚上 我一个人就是站在街上 雾零零的了 那时候可能一盘起 我是到我钱赚的时候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如果说 买车回来不是都说跟他们一起吃的吗 就是前两年了 后来吧就是这样 如果你一直是用这样的一种 比如说找个理由躲避 然后同事们会不会在你面前 比较直接地表达他们对你的这种不满 有个同事给我拿个钱扔掉地产 为什么 他都是开玩笑 其他对我是一种侮辱 那天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说吃东西 吃早餐 那天他说 肚子饿了去吃早餐 他就问了一句 他说老夏你去不去 你今天去 我请客 他这样子说了 我说你这样子说 我说去不就去了 反正吃了早餐 不都是三五块钱了 我这样子想了 去就去 那是我第一次 这么凌晨的时候吃了 吃了几个包子 反正那时候我有没有皮夹子 都是一位小笨笨里面五六十块钱 我的同事们口袋里 拿出来一个皮夹子 最少两三七块钱都有的 他会有那个零钱 我一直拿出来 大家他一看 这么个大男人 这么滑的钱 看到扔在地上了 最后来把同事们 他说开玩笑了 反正我的心里也不好受了 所以说嘲笑完了 我受到刺激了 我受到刺激了 最后到地上捡起来 我去付钱 最后来那个同事 他说他付 他说你这么一笔钱 还我叫你付 不要付不要付 这样子又丢到地上 又丢到地上 所以我那时候 我就这个钱 二十来块钱 我一定要付掉 二十多块钱付掉了 好像感觉轻松了 他是一个性质很直的人 他受到这个影响 我也知道的 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他带着你没有去付钱 我也很支持他的 我也没说不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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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